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书叫做《秘密》 作者是朗达·拜恩 我是在19年先看的《秘密吸引力法则》影片 2021年才看的这本书 这本书的内容讲得比视频要详细 会更加的贴近你的生活 这个秘密是为你而写的 我把这本书的精华部分分享下 你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你吸引来的 它们是被你心中所保持的星象吸引而来 它是客观的,没有好坏的分别 它只是接收你的思想 然后以生命经验的形式 把这些思想回应给你 宇宙中最有力量的法则就是吸引力法则 这个法则决定宇宙的完整秩序 决定你生命中的每分每秒 以及生活中经历的每一件事 如果想改变生命中的任何事 就极有改变你的思想来转换频道和频率 保持已经拥有了那件东西的感受 这样你才能发出 共振的思想最终才能吸引过来 记住没有这种 感受你是无法吸引想要的事物的 你现在所想的就在创造你的未来 你用思想创造你的生命 因为你一直在思考 你便一直在创造 你最常想的或最常把焦点放在上头的 将会出现在你的生命中成为你的人生 当你真正了解到 生命的首要目的就是去感觉体验吸引之后 你就只做那些会带给你喜悦的事 然后每日感恩 这是财富降临在你身上的途径之一 当你要吸引某种关系到生命中 千万记得不要让你的思想语言行为 以及周遭环境与你所渴望的相违背 学着静下来把注意力从你不要的事物 以及所有萦绕其中的情绪上移开 把注意力放在你期望去体验的事物上 能量会流向注意力之所在 去给予好让更多金钱进入你的人生 当你慷慨使用金钱对分享金钱 也感觉美好 你等于是在说 我有很多钱 你目前的生活就是你过去思想的印线一 包括所有美好的事 以及你认为不那么美好的事 你会成为你心中最常想的那种人 也会吸引来你心里最常想的事物 美好的事物永远也用不完 就算分配给每个人 还是绰绰有余 生命本来就是丰足的 你之所以无法拥有你想要的理由 只有一个 就是你对不想要的 想得比想要的多 每天结束时 在你睡觉之前 去想想一整天所发生的事 如果有任何的时刻或事件 不是你想要的样子 那就改用能使你满意的方式 在心中回放一次 当你完全依照你所要的样子 在心中重新创造这些事件时 不好的部分会逐渐遗忘 好的部分会让你充满能量